好的,谢谢,谢谢你,叶医生 我代表我父亲对您表示感谢 我也相信您对我父亲的病情一定会有办法的 卡尔又是一鞠躬 叶好轩点点头 他走上前伸手搭在了病人的脉上 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气悬脉 老艾尔身体的情况就像是一幅三维图像一样 呈现在叶好轩的跟前 叶好轩顺着他的经络缓缓地向下看去 虽然他一眼就看出来艾尔的身体情况 但是对于这个身份的人 他小心一点还是没有大错的 五分钟以后 叶好轩松开了艾尔的手腕 以前他的浩然真气存在的阶段低 所以整一次脉 他要耗费很大的力气 但是现在他体内的金丹 可以为他的身体提供无尽的能量 尽管这些能量很少一丝一丝的 但就好像是源源不绝的动力一般 让他的真气永远都不会枯竭 叶好轩收回了手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怎么样 我父亲的病情还有得治吗 哈尔十分紧张地走上前问道 叶好轩睁开眼睛 他微微一笑 哈尔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诊断和吴老刚才说的差不多 你父亲的胃里面 的确是有一些不明的虫卵 这些虫卵我还不确定是什么生物造成的 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 这些家伙们在老艾尔的胃里面 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完全就是这些虫卵造成的 哦 天哪 那些卫尔到底是什么东西 艾尔怎么会沾上他们的 卡尔几乎有些暴走了 一直以来 父亲都是家族的顶梁柱 有人调侃道 老艾尔是美国经济的一大支柱 如果这个支柱有一天倒下了 美国的经济至少要停滞几年 所以说 他要像是宝贝一样 被美国的政府给保护起来 而老艾尔的身体一直以来也很好 他一年四季几乎都没有怎么吃过药 他可以跑步 打球 甚至是拳击 而他吃东西也很多 胃口一直很好 但是这一次的病 来得太过于稀奇了 谁也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老艾尔病倒 直接让美国上下都震惊了 如果老艾尔这一次真的醒不过来了 这对他们家族也好 对美国的当权者也好 都是一个十分大的打击 有些时候 有些人的身份就是这么牛 他的身家甚至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命脉 暂时还不清楚 叶好学你摇摇头 而且 老艾尔的肺部 有一个小小的肿瘤 但是这个没关系 这个玩意儿是良性的 对他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如果他醒来以后 吃东西一定不能像以前 那么随意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要把他的烟给戒了 因为他的肺部已经黑得不像话了 叶好玄导 好了 这些我都知道了 还有呢 我关心的是他的虫卵 那些该死的东西 是怎么进入老艾尔的身体里面 并在里面安了家的 卡尔点点头 他有些崩溃地说 这个 只有等老艾尔醒了以后 再问他了 这种东西嘛 一般都是从口入的 我觉得老艾尔在之前 一定是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才导致自己的胃里面 住进了一些东西 叶好宣导 嗯 好吧好吧 叶 老艾尔的身体就交给你了 我相信你 你一定有办法的 卡尔道 哦 不不不 卡尔 你不能就这么草率了 卡兰摇摇头 他走上前挡在了老艾尔的身前道 我不相信这家伙真的能把老艾尔给治好 虽然他刚才说的老艾尔肺部有一个良性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靠蒙出来的 不能做数的 你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呀 叶好宣皱了皱眉头 我可以保证我治疗的话 我的病人不会有一点情况 我能保证他健康 但是你能吗 你现在甚至连他身体情况都没有弄清楚 我不相信 一个封建了几千年的国度的人 一门古老靠跳大神治病的人 能把一个我们世界医学协会都治不好的难题给治好了 卡兰笑了 他盯着叶好宣导 这不现实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世界医学协会都确定不了的病 都治不好的病情 请了别人还是一样 你这个自私狂妄的自大狂语 叶好宣笑了 他冷冷地盯着卡兰道 病情我已经诊断出来了 你为什么还要一味地阻止我们 你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我心里很清楚 别逼我说话太难听啊 说白了吧 我就是看不起你们中医 卡兰索性也承认了 他指着周边的人道 不只是我 我相信就算是这边的人 对你们中医也一定是抱着不相信的态度 你们华夏人只会山寨 我不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东西能拿得出手 卡兰道 你得庆幸我最近脾气比以前好多了 否则的话就凭你刚才说的话 我分分钟就能把你吊起来打一顿 叶好宣斜着眼睛看着这家伙 真的 他现在的脾气比起以前来 已经好了太多了 如果是以前 他肯定暴打这家伙一顿之后 再去治好病人打脸 卡尔 我觉得你得慎重一下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这家伙的 但是 我建议你还是要弄清楚状况的比较好 为什么在老艾尔病了以后 你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我们世界医学协会来 那是因为你心里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世界医学协会 才拥有最好的人才 只有世界医学协会 才能把老艾尔的病给治好 不是吗 我们 海纳百川 把这个世界上所有顶尖的医学人才 全部汇聚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有信心 也有实力治好每一个病人 但是前提是 你能信得过我们 如果连你都信不过我们 我们怎么安下心来 给你的父亲治病 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治好老艾尔的病的 请相信我 我一般不向任何人做出承诺的 卡兰信誓旦旦地说 这个 卡尔确实是犹豫了 说真的 皮尔在向他介绍叶浩轩的时候 他也没有多想 但是现在想想 皮尔的家族和他的家族 完全就是两个对立的家族 他们之间的竞争很大 所以现在 他想想 皮尔把老艾尔介绍给叶浩轩 恐怕是别有用心的吧 吴老 我们走吧 叶浩轩本来已经去除了金针 但是看到眼前这种情况 他笑了 这些虚伪的老外啊 口口声声地说 他们是你的粉丝 他们相信你 但是真正到了生死的关头 他们却又会犹豫 本来对于老艾尔 叶浩轩觉得能救则救 因为他是一名比较清华的国际友人 但是现在看到他儿子的这种态度 他觉得不救也罢 他的遗数不容这些家伙们来侮辱 不想救世吧 老子还不想治呢 等着 有你哭着喊着求老子的那一会儿 好的 叶医生 吴老也是变了一肚子的火气 他说道 其实这玩意儿并不难懂 只是一些蛇卵罢了 但是这些蛇 可能是一些变异的未知特种 哦 我倒是显现忘了 吴老以前是专制蛇毒的 叶浩轩这才想起来 吴老以前吃饭的家伙 那就是制蛇毒 现在能弄清楚这里面的情况 也是不足为奇 哎哟 惭愧惭愧呀 这是我家里传下来的一些祖坊 我的老祖宗 其实就是一个行走江湖 卖狗皮膏药的 只是手里一手膏药 对于制蛇毒来说十分的有效 所以家底儿才慢慢的起来了 本来一招先持变天哪 但是祖上是居安思危 他们总觉得 只得靠这一手的话 恐怕不能长远 所以就拜师学医 这才有了我们吴家一门的医术 我们比起医生来 还是自愧不如啊 吴老道 终究还是专业啊 叶浩轩小道 我只是看出来他胃里有东西 但我并不确定那就是蛇卵 而且我也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蛇卵 就像是芝麻利儿大小一样 还是吴老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于这种情况我以前见过 这种蛇的名字叫做多尾蛇 是一种极小的生物 蛇长大了也就像蚯蚓一般大小 所以它们产出的卵痕小 小蛇出来也仅仅只是比头发丝粗一点 所以它们的卵痕小就算是做检查也查不出来的 叶老道 原来是这样 受教了 叶浩轩点点头道 我们走吧 叶 艾莉叫了一声 她真的希望叶浩轩想留下 但是这些人不给叶浩轩足够的尊重 叶浩轩是不可能留下的 她是中医 她也有中医的傲骨 是啊 就连病人的家属都有些信不过你的医术 那你还有待下去的必要吗 你还要死皮赖脸的在这里待下去吗 中医是有尊严的好不好 哦 对了 艾莉 因为出于你的面子 所以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刚刚吴老一提 我倒想起来了 这种东西既然选择人体 作为产卵的地方 那就说明人体中有它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能让它快速地孵化 现在已经过去七个小时了 再有一个小时 恐怕舌卵就会破卵而出 而且在破卵而出的前半个小时 老艾尔的身体 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免得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的 八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孵化了 那半个小时以后 老艾尔的身体会发生什么状况 艾莉吃了一惊 她知道叶好轩不会拿这些事情 跟她开玩笑的 她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而且 也一定会很严重 吐血 休克 彻底地失去知觉 而再过一个小时 她身上的症状就会彻底地消失 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那些小蛇破斗而出的时候 叶好轩 叶好轩笑了笑 作为朋友 我只能提醒你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承担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胡扯 卡兰笑了 她的大胡子一抖一抖的 她觉得叶好轩这完全是在危言耸听 她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发生 信不信随你们 叶好轩冷笑的 不过 一会儿你们别哭着求我 哦 时间快到了 老艾尔的身体太弱了 毕竟她年纪大了 抵抗力明显的差了许多 我觉得再过五分钟 她就会出现发烧 呕血的现象 而且她的年纪太大 我不保证她受过一次刺激之后 以后还能保持和以前一样的身体状况 卡尔 到底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叶好轩警告地看了卡尔一眼 他转身离开 他觉得和这些人没有必要再说下去 反正自己说什么 他们也不会相信 走 吴老 我们到外面算算不去 叶好轩笑道 好 这种不忠实人才的地方 不但也罢 吴老一点头 他转身和叶好轩一起走出去 叶医生啊 这些王八蛋们太可恨了 你是不知道我在这里 受到的是什么待遇啊 出了门以后 吴老还愤愤不平地说 来这么久了 啊 我们中医那边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而且我觉得他们事事好像都压着我们一样 不管什么世界性的难题 他们都不让我们参加 以他们这些家伙们的尿性 我早就料到了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道 这些家伙们一直认为他们的西医才是最好的 所以他们一个劲地打压我们中医 但他们越是这样 他们心里就越是害怕 他们怕我们中医超过了他们 嗯 是的呀 我也觉得他们打压我们 完全是因为怕我们呢 吴老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可是这些孙子们太可恨了 一点学术论坛 也不让我们参加 说我们不懂英文 可是他妈的那么多国家的代表 不懂英文的带着翻译机的夺得去了 他们这是完全想要找借口 打压我们 让我们做不出一点成绩来 呵呵 知道他们这样 还跟他们生气干什么 叶好轩小道 这些家伙们一个个心胸狭窄 本来送你们到医学协会 有埃里再不会有事 可是他出了点事情 现在是属于完全被架空的状态 所以帮不上你们太多吗 哎 这个我知道啊 吴老点点头 这些孙子们可真的把我们气死了 如果不是为了中医 我真的坚持不了这么久 就凭他们这些天 给我们的白眼 我早就一甩袖子就走了 呵呵呵 所以辛苦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坚持到现在也不容易 其他的几位前辈 都忍得很辛苦吧 叶好轩大笑道 是啊 现在对那些孙子们 我们都恨得牙痒痒的 吴老摇摇头道 但是没办法呀 这里是他们的底盘 所以我就天天地守在这里 因为有些时候 有些紧急的病号 可能会晚上过来 这不今天晚上就守着机会了 他们的人手不够 所以就拉我去冲树了 哼 没事 他们以前怎么对我们的 我保证以后让他们加倍还回来 叶好轩冷笑一声 哼 我们华夏的中医 岂容他们这样的践踏 哎 今天晚上的这个老头啊 他们恐怕是治不好了 如果我们不出手 他今天晚上恐怕 死的不能再死了 吴老道 没事 这老头的身份不一般 如果真的出了事情 他们的高层一定会查到底的 到时候他们排挤我们导致老头的死 他们也没有好果子吃 到时候中医一样得到重视 叶好轩笑道 而且 我觉得那些家伙们一定会回过头来 找我们的 哎 但愿吧 但是 把老子赶出去 哼 想再让我回去 这恐怕就难了 吴老冷哼了一声道 他们不爬着过来求我 我是不会回来的 好 今天我就让他们爬着出来求我们 走 到外面看看去 叶好轩笑道 世界医学协会占地面积不小 而且 其主楼本身也是 美国S州一个 有标志性的建筑 叶好轩和吴老一起出去 从另外一次的门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